郭先生我們知道 日本長期以來有通縮的問題 不過要請教建勳 他們從3月開始 迎來了一波漲價潮 而且甚至聽說 有高達700多種的商品 都要漲價 所以日本已經擺脫 這個通縮的情況了嗎 這是驚嘆號 這是巨號 日本已經正式的擺脫了通貨 這個緊縮往這個膨脹 反映它是經濟溫和的一個上漲 的上行的趨勢 這件事情是非常明確的 因為日本它吸納了日本的 從中國流出去的資金 而且又迎接了台灣的 兩座晶圓廠 有沒有 熊本一廠跟熊本二廠 我們講這晶圓廠 它可能像是一個航空母艦 它不會是自己開出去而已 台積電它旁邊一定有什麼 有晶圓片廠 然後需要封裝 測試 然後還有像特化設備 這些廠商全部都要 而且它會拉動什麼 它會拉動房地產 所以現在熊本的房地產 就跟高雄的房地產 一樣是非常的火紅 所以整個日本的經濟 所以是逐漸的又蓬勃發展的起來 那蓬勃發展物價會怎麼樣 會慢慢的上漲 會擺脫過去的通縮 我們舉個實際上的例子好不好 日本有一個國民的冰棒 叫做赤城乳葉這個冰棒 那斐魚沒有吃過 但是它其實很紅 它最近宣布了漲價 從70塊日圓漲到了80塊日圓 然後老闆率理全體員工出來道歉 從70度到80度 因為為了漲價道歉 它其實漲多少錢 漲了10塊日圓 漲了兩塊錢而已 所以很多網友都說 你是不是在出來蹭板面 薄板面 你漲個兩塊錢出來道歉幹嘛 而且它還宣告後面我會越漲越兇 那它還從站著道歉 變跪著道歉 做土下做道歉 你是不是眼太大 這是一派網友 第二派網友是說 你看日本人 這個多麼有良心 漲兩塊出來道歉 台灣的雞蛋現在漲到多少錢 都沒有人出來道歉好不好 所以各式各樣的聲音都有 不過我們言歸正傳講說 日本的經濟正在好轉 像日股今天收多少 又收在4萬點之上 上漲125點 收在4063點 連續幾天收在4萬點之上 反映了就是整個日本經濟的好轉 那靠什麼 靠台積電撐起的半導體一片天 我們講的這個台積電 它整個晶圓廠 你說的有 漸渡 黃光 石科 薄墨 每一道的工序後面都代表的是 十幾到二十幾個的供應商 這些都會造成業績上漲 本益比上漲 營收上漲 一個正向的循環 整個半導體 而且日本的特化本來就很強 台積電去了之後是如虎添翼 所以你看整個東正的市場的 日成交量創下歷史新高 交易活絡了你知道嗎 所以不管是整個基本面 還是整個證券面 我們都看到了 在台積電帶領衝鋒底下 整個日股靠半導體 可以說是越來越火紅的情形 好 不過我們說到火紅 就要提到重電股了 那麼已經漲很多的重電股 還有續漲的空間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後來關閃